这是一个异兽横行肆虐的世界 人类可以和善念的异兽契约 成为战斗伙伴 时至如今 以异兽对抗异兽的方法 已经成为了主流的战术 而操纵异兽战斗的人类 被称为异兽师 大夏静魅中的青红氏 各大广告播放的无异不是跟异兽有关的事情 此时我们的主角方元 却来到了一家名为炯炯宠物店门口 方元自穿越以来 已经过去了两年半的时间 是一名刚从异兽学院毕业的普通学生 找工作 这番苦逼的经历 说她是史上最失败的穿越者也不为过 不过她今天总算是时来运转了 她之所以会来到这家宠物店 只因她破天荒地收到了 宠物店老板发来的面试邀请 美女老板娘一看到方元 立即就饶有兴趣道 你今年多大了 养过异兽眉 为了拿下这份工作 方元连忙回答道 今年刚满18 目前还没有养过异兽 不过我能吃苦耐劳 可以从底层开始学习 一听这话 女老板的脸色立马就拉了下来 原来是一个傻也不懂的新人啊 此话一出 方元顿时就暗暗哀嚎了起来 完了 我的工作经验为零 肯定不会要我了 可就在这时 女老板却忽然轻笑一声 不过吗 你看起来挺棒的 随后女老板猛地打了个响指 然后笑眯眯地望向方元开口道 我同意录用你了 一听这话 方元顿时就震惊了 这也太随意了 完全没有一点惊喜可言 而女老板却忽然躺在桌子上催促道 事不宜迟 直接来开始工作吧 现在你要照顾你的第一只异兽 方元健壮连忙害羞地扭头道 请问异兽在哪呀 闻声 女老板忽然发出一阵诡异的笑声 然后浑身迸发出灰色的光芒 紧接着她的身体开始急速膨胀 直接将她身上的衣服给撑爆 眨眼间 女老板就变身成了一条十多米长 比水缸还要粗壮的庞然巨蛇 她身上那透着冷光的鳞片足以证明 这是一只可怕生物 赫然是一条B级异兽八蛇 方元健壮顿时就慌了起来 被捆起来的方元立马就慌了起来 这捆绑游戏可不新玩啊 我虽然思想开放 但也没有这个特殊癖好啊 下一刻 八蛇猛然张开那散发着 腥臭气息的森森聚嘴 直接朝着方元撕咬了过来 见此情景 方元立马就不甘地暗骂道 难道我要英年早逝了吗 我还没牵过妹子的手 我还有很多事要做啊 就在这时 方元脑海中忽然响起兵的一声 检测到宿主面临危险 山海经系统觉醒成功 开启安全模式 话音刚落 一道金色流光忽然滑破虚空 落到方元的跟前 望着悬浮在半空的山海经 方元顿时就愣住了 我在哪里 那不是我当时穿越时 带过来的山海经吗 就在方元疑惑之时 一道人影忽然出现在他的面前 接住了那本山海经 只见白发妹子 在接住山海经后忽然淡笑道 无奈山海经的守护着 白泽视野 随后白泽就开始介绍道 恭喜你正式成为了山海经的宿主 本书可以收纳万千亿兽 并且互带系统功能 可谓你保驾护航 而方元已然看傻了眼 传说中的异兽白泽吗 好美啊 而白泽却恼怒道 我是神兽 不是异兽 紧接着就忽然弹出系统提示 新手奖励已到账 赠送异兽神福一张 此道具为一次性用品 可将异兽强行收入山海经之中 望着手中的灵符 方元立马骇然了起来 看似普通的符纸 却蕴含着强大的气息 牛逼啊 就在这时 系统忽然想起提示 觉醒仪式结束 回归现实世界 随后方元的意识 就回归到了本体 面对扑面而来的八舌 他手中赫然已经多了一张灵符 眼看自己就要殒命了 方元已经别无选择 只能拿御兽神福来试一试了 在八舌扑下的瞬间 眼机手快的方元 立马将御兽神福拍在八舌的头上 紧接着一道磅礴的金光 就自御兽神福中迸发而出 将八舌给牢牢地束缚住 就在这时 白泽忽然凭空浮现 他手持山海精开口道 是时候展开封印了 话音刚落 被束缚住的八舌 瞬间就化作点点金芒消散在原地 被山海精迅速吸收掉 在金芒被吸收殆尽后 白泽便猛地将山海精给合上 而系统也在这时弹出了提示 成功收服八舌 奖励行天七 行天七 攻击力五星 敏捷三星 出自山海精 海外吸精 行天与地争神 地断七首 葬于长阳之山 乃以汝为木 以汽为口 操单七一五 盾牌行天单等待解锁 闻声 方元立马就将行天七换出 在挥舞了一通后 他不禁得意道 不但收服了八舌 还白调了一把武器 爽 可白泽却摇了摇头没好气道 别高兴得太早 你能收服八舌获得奖励 只是因为使用了御兽神符 后续没了道具 你就要靠实力去战斗了 闻言 方元立马就换出了自己的属性恋版 在看到自己的等级后 方元不由哀嚎起来 我的御兽等级毫无进步 还是地级 白泽也一脸严肃地提醒道 八舌受到你的等级影响 战斗力也会削弱 你只有强大自身 才能发挥完整的实力 收服更多异兽 可方元却完全没放在心上 原来如此 不过有白泽美女帮忙 我以后的御兽之路一定顺风顺水 可白泽却没好气地打断道 莫要多想 我只是山海精的守护灵 并不会亲自参战 一听这话 方元立马就冷静了下来 那么山海精一栋能收集多少只异兽呢 白泽文言便得意的一挺身子傲然道 理论上来说 能收集无限之 此话一出 方元的眼睛瞬间就亮了起来 你说什么 可以收集无限之异兽吗 望着眼前的山海精 方元立马就露出一抹狂喜的笑容 如此看来 我完全可以打造一只山海精军团啊 男人意外激活可以无限收纳异兽的山海精系统 他立马就生起 想要打造一只山海精军团的大忌 可在听到方元说要建立山海精军团后 白泽不由挑眉道 有梦想是好的 但要看你有没有梦想成真的能力 日后我可以指引你修炼 祝你收服山海精一栋 至于你造化如何 就看你的努力和天赋了 一听这话 方元立即眉开眼笑道 有白泽老婆在 一定没问题的 顿时白泽就面露羞涩道 谁是你老婆 我可不是辽斋里的女鬼 紧接着白泽就脸色一阵再次开口道 总而言之 希望你担起收服异兽的使命 我会隐藏在你的体内 时刻守护着 话音刚落 白泽面前的山海精 就猛地爆发出一阵夺目的金芒 将白泽给吸收了进去 紧接着山海精 就迅速化作点点金光 直接没入到方元的体内 在一切恢复如初后 方元不禁暗暗感叹起来 就这样消失了吗 真是来也匆匆 去也匆匆 随后方元连忙朝着屋外跑去 他知道此地不宜久留 当务之急是要先离开这里 画面一转 青红市郊区的平民区内 只见一名金发女 靠在轿车旁 而两名壮实的保镖 却指着一个女人赤鹤道 快点交出方元 身为方元单姐姐的方平 却拿着武器皱眉道 我说了很多遍了 方元不在家 劝你们还是趁早离开吧 而萧家大小姐萧远儿 却并不买账 她满脸傲然地开口道 本小姐有的是时间 可以等到她回来 随后萧远儿就拿出一张 红色的婚书皱眉道 都怪我父亲当年鲁莽 给我和方元定了这一门婚事 如今我年满18岁 也该自己做主 正式解除婚约了 一听这话 方平立即抬手 做出国际友好手势比一道 你还有脸退婚 我弟弟一表人才 你还配不上呢 见方平这么嚣张 萧远儿顿时就恼怒了 我乃萧家财团的千金 比林家有什么资格叫嚣 可方平却一点都不怕 所谓的萧家 当年抵抗异兽大战中 若不是我父亲舍命救了你爹 又岂会有今天的你 就在这时 方元忽然一脚踩 在轿车上打断道 我还以为是什么人呢 原来是萧家的黄毛大傻子 闻声 萧远儿立马在心中咆哮起来 竟敢对我出言不逊 而方平则一脸关切道 方元 你们是回来了呀 被人脑的萧远儿 立即指着方元大喝道 方元 你刚骂谁大傻子 而方元则两手一摊比一道 谁是大傻子我就骂谁 萧远儿也没打算浪费时间 他直接拿起婚书赤喝道 本小姐不和你一般见识 反正无论如何 你都要解除这一纸婚约 见此情景 方元不由暗暗嘀咕起来 在网络小说里 每个成功的主角背后 都有一个退婚的未婚妻 我方元穿越而来 也不幸遇到这种俗套的设定 不过对此方元早就有所准备 他迅速从背包中开始摸索了起来 紧接着方元就掏出一张修书 甩在萧远儿的脸上得意道 这年头出来混 谁身上不带一份修书呢 随后方元在萧远儿那恨不得 把他生吞的目光中得意道 请叫我萧远 看清楚了 不是你退婚 我这辈子都没有见过这么丑的字 而一旁的保镖见自家大小姐被羞辱 立马就脚下一栋 迅速朝着方元姐弟二人袭来 可身为御寿师的方平也不是吃素的 抬手就爆发出强横的力量 将两名保镖击飞同时大喝倒 这是轮不到你们外人来插手 见方平完全没有把自己放在眼里 萧远儿立马抬手结印 开始召唤自己的御寿虎胶 随着一阵金芒闪烁 一条C级初等的虎胶就被召唤了出来 古娇其音如鸳鸯 娇身虎手 看起来威武无比 一出现就爆发出一阵刺耳的嘶吼 紧接着虎胶就迅猛一跃 朝着方元二人飞扑而去 当即方元就脸色大变 这封婆娘竟然连异兽都召唤出来了 方平知道虎胶的实力强横 他连忙一把抱起方元就往一旁躲避 在拉开距离之后 方平也迅速抬手开始召唤自己的异兽古雕 顿时一只C级高等的古雕就从召唤空间中飞出 说明他十分的凶残 只有C级初等的虎胶 在感受到古雕散发出的气息后 立马就愣住了 紧接着古雕就从空中迅速俯冲而下 两只巨招猛然落下 古雕立马就被当场打成重伤 古雕那两爪子的力道十分强横 直接就将虎胶击飞狠狠地撞在肖元的身上 见此情景 围观的群众顿时就激动了起来 不是吧 咱们这偏僻小街道 也能看到异兽打架 真刺激 比电视好看多了 被一招干翻的肖元不禁脸色难看到 可恶 是我大意了 虽然同样是C级 但是方平的异兽比我强多了 而方元见自己的姐姐居然这么威武 立马就眼冒金光地摸着古雕的大爪子 平姐 你的古雕也太厉害了吧 就在这时 肖元忽然翻身骑在虎胶身上恼怒道 方元 今天算你运气好 有个厉害的姐姐 下次再相见 你就没这么幸运了 可方元却摆出一副毫不畏惧的架势回怼道 我如今也是有异兽的纯爷们了 岂会怂你 闻声 肖元立马就不屑一笑 谁会相信 大家都知道你是一个没有御兽天赋的凡人 随后胡椒就带着肖元飞离了现场 只留下肖元的大喝声 总之 你我从此再无关系 劝你好自为之 好好反思 而方元却环抱双臂比一道 反思个屁 我只对异兽感兴趣 像你这样的无脑女人 倒贴给我都不要 一旁的方平健壮不由拍了拍她的肩膀意外道 原啦 姐今天对你刮目相看 没想到你还挺硬气的 而方元直接开启召唤空间得意道 那是当然 毕竟我金飞细饼了 已经是合格的御兽师了 等我召唤八蛇出来 给平坚里开开眼 下一刻 在方元打开召唤空间后 一条正陷入沉睡状态的紫色小蟒蛇 立即就凭空浮现了 方平健壮不由美好气地打去道 这不就是普通的小蛇吗 拿来包汤不错呀 顿时方元就炸开了锅 怎么回事 八蛇明明超大的 一定是哪里出错了 就在这时 潜伏在方元身上的山海精 忽然迸发出一道金光 随后白泽就直接现身解释道 你现在的御兽等级是地级 八蛇受到影响 实力也只有地级 方元健壮顿时就炸了 你居然直接现身了 白泽你这么勇的吗 男人居然在一兽狩猎大会上 摆摊卖起了烤鸡翅 就在刚刚 方元望着忽然冒出来的白泽不由惊呼出声 你怎么自己跑出来了 望着在跟空气指手画脚的方元 方元不禁疑惑道 小元啊 你怎么对着空气自言自语啊 闻声 方元不禁一愣 这么看来 外人无法看到白泽 只有我能察觉得到啊 玄机方元就转身善笑道 今天找工作奔波疲累 我都出现幻觉了 而方元则忽然捶了捶 方元的胸膛打去道 记住了小元 不要被各种琐事影响的心态 就算萧元看不起你 所有人对你爱达不理 姐姐也不会放弃培养你的 一听这话 方元的脸色瞬间拉了下来 平姐 我也没有那么不堪吧 至少我有自己的异兽了 当即方平就捏了捏小巴蛇淡笑道 说起来 原地也是有兽一族了 以后一定能成为优秀的御兽师 找个体面的工作 随后方平就转身告别道 我也该出去巡夜了 你晚上一个人在家 就好好休息吧 见方平这么关心方元 白泽不禁感到有些意外 你姐姐看起来人挺好的吗 方元则点了点头解释道 她是公职人员 地属于青红市的警卫机构御兽司 平时负责巡逻郊区街道 白泽立即出言激励道 人间有句老话 叫男儿当自强 你收集山海一寿的同时 也要学会自立起来 一听这话 方元立马开口道 那是那是 毕竟我以后还要养白泽老婆呢 当即白泽就有些羞涩的扭头 没好气道 谁是你老婆 谁要你养 可方元却忽然大笑一声 那就当我方元的女友 一听这话 白泽不禁暗暗嘀咕了起来 你又不就是单纯的女性朋友吗 我当方元宿主的女友 倒也合理 紧接着白泽就说出 让方元意外的回答 就这么定了 你以后即是山海经宿主 又是我白泽的男友 顿时方元就暗暗窃喜了起来 没想到白泽真的同意了 能绑到一个神兽当女友 也算是我的福分了 就在这时 白泽忽然出声打断道 常言道 寸金难买寸光阴 晚上的时间不要浪费了 我们一起训练 此话一出 方元立马就开始胡思乱想道 一起训练吗 怎么个训练法吗 而白泽则直接转身道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很快夜幕就降临了 方元也带着白泽回到了家中 在吃过晚饭之后 屋内忽然不断传出 方元的哀嚎之声 只见白泽坐在ET的铁块上 重重地压在方元的身上 而方元则一边努力支撑 一边咬牙切齿道 这就是你说的二人训练吗 白泽却满脸认真的 一边看电视一边解释道 身为御寿师 不能只依赖于御寿的辅助 自己也要变得强大起来 一听这话 方元立马就暗暗吐槽了起来 我还算是御寿师吗 宁宁和异寿一样当苦力 当即方元就直接将 八舌召唤出来恼怒道 不行 我怎么可以一个人受苦呢 八舌也要有难同当 而还在沉睡状态的八舌 在被召唤出来后 顿时就猛逼了 紧接着方元就抄起斧子命令道 给我做家务去 不然拿你包舌羹 为了保命 八舌连忙朝着不远处的 扫把飞速冲去 随后方元就打开肥宅快乐水 一边喝一边激励道 再加把劲 你不干 有的是异兽肝 望着正在勤奋打扫的八舌 再喝上快乐水 方元不由感叹道 总算有点当御寿师的感觉了 就在这时 电视忽然播报出一通新闻 最新报道 青红市举行了新一轮的异兽狩猎活动 大家可以前往郊区城镇地区 猎占占据人类领土的异兽 本次狩猎活动的第一名 将会获得青红市官方议会赞助的20万奖金 一看到这则新闻 方元的眼睛瞬间就冒光了 自由猎杀异兽 还有20万奖金 我还找啥工作呀 明天直接打怪去 而白泽也不由暗暗嘀咕起来 趁着这次狩猎活动 没准可以收服一些拥有上古血脉的异兽 希望早日填满山海经的封印空间 离夜时间转瞬即逝 次日清晨很快就到来了 此时青红市北部郊区的城镇内 已经变得拥挤不堪了 全是奔着参加狩猎异兽的活动来了 望着只有御寿师的现场 众人不禁纷纷议论了起来 异兽该不会在地下吧 一个异兽都没看到 到处都是御寿师这么内卷的吗 然而就在这时 方元却忽然推着一辆 摆满烤鸡翅的小推车 开始吆喝了起来 香喷喷的方进密制烤鸡翅 21个都来尝一尝啊 望着香气四溢的烤鸡翅 众人不禁狂咽口水 搞什么居然来异兽侵占的地区卖烤鸡翅 真是黑伤 一只鸡翅居然卖20块 虽然不怎么喜欢烤鸡翅 但口水不争气地流出来了 不过我早上没吃饭 忍不住想要买几只尝尝 见方元居然当起摊饭 白则不由美好气道 这样不太好吧 可方元却一脸得意道 这叫商业头脑 耐鸡翅的同时 我们还能寻找异兽的踪迹 很快 方元的摊位就被众人给团团包围了起来 这波操作直接让他转翻了 可就在这时 白则却忽然眉头一皱 异兽的气息就潜伏在这附近 紧接着城镇的地底下 就开始不断响起 砰砰砰的声响 数量庞大的红色异兽迅速破土而出 望着蜂拥而至的耳鼠群 众人立马就骇然了起来 不好 异兽出现了 一定是烤鸡翅的味道 把他们引出来了